我是2024第1班的呀 不是 刚才那个学员呢 二三班的 你二三班的你学的越久越出问题在哪里 因为赌了太久了 刚才那个学员应该是个新手 我告诉你们 越是新手越容易赢钱 第一个他不惧怕 在赌场你一惧怕就要出问题 第二个你们的方法 只要这个方法输了你就乱整 就跟着边打 你会输得更大 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 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去走 那个没意思 那个没意思 他们没能明白意思 装弦出来就是说打平 就是说你选 就是不打边注 不是说你四大学 四大学率你选定的话 你尽量少打 因为边注 不打 你们那个叫什么 没有到那个水平里打 那种三十倍的 那个很难打的 你没有三年的 这个 没有三到五年的这个水平 你打边注你事情不到钱的 你知道吗 因为边注你不敢打 边注七天你能敢打吗 你敢打一千两千吗 我那个 我现在都没打 包括何 我这几天 我这几天打都没有打边注 我就 我就打少钱 因为边注我给你们讲了 尽量少打或者不打 对啊 要打边注那天就是什么 如果你运气特别不好那天 比如你输了钱 靠边注打回来 边注一多 你一两口就打回来 你们又不敢下重注 我是这样子 别人运得出河了 出攀谈拽干了 我就跟两手 给不给拉倒了 对啊 你就要拉倒 好 那个还有其他的学员呢 你们要分享 我要看什么的问题 刚才那个学员的问题 等会我上课 等一会我会给你们回答 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我一定要给你们解决问题 现在有输钱的 有赢钱的 先把赢钱的分享了 还有输钱的 我今天就把那么问题解决了 OK 这两个星期 我去打四场 四场都赢 但是我是 打了半场 我就就停了 就是赢一圈出头 对 不要打 对 总之 总之像老师刚才讲 那个打边注的话 你最好是不要打 你不熟悉的 你打的话 不是 你打的话 赢到的钱 你都输在边注 我跟你说 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什么 你打边注 你做不到那个水平 就是 而且真正要准很 而且像美国这个 6点 还有潘大 6点 还有潘大 包括美国 美国有一个叫什么 30倍 和100倍的 736的 谢谢 潘大 潘大 那个 这个赔100倍的 赔50倍的 这种 就叫边注 所以边注 你们没有到一定的 这个没有练到一定的水平 尽量少打 你看打边注 你能打的 你长期打你就输了 那你知道吗 打边注要狠到什么程度 就是边注要打满注 你们敢打吗 一次打几万 打几千 就边注都敢打几千 你们敢打吗 7000 这个打边注 你们上面 你们在里面输 你们就是水平不够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打 你们必须要练到 几年以后 你们才可以打边注 对 因为打边注打不到 现在我给你们讲的 四大铁律 可避险 你们可以长一版 政府这一堂 你把这一堂课学好 就可以多遍全天讲 好还有 四大铁律 你写写好的就对了 对 就四大铁律 打牌 对啊 这个 四大铁律就是 就是金钱的关键 因为今天你们四大铁律 掌握好的 就是掌握了四大铁律 还输钱的 等候上课我就给你解决问题 我知道你们问题出在哪里 老师我也不是老学员 我也才学了三个月 之后我刚才的问题 我没有问边注 我只是说 你又说四大铁律 又说装衔装衔 那你是两者配合 还是说只是打装衔装衔 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理解你的意思 你可能问他 他告诉你打装衔 就是 走四大铁律 该打装手打装 该打衔的时候就打衔 对就不打边注 就这个意思 对 装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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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那种叫什么 叫补充打法 就是你那天 你必须打那种叫 金融式打法的话 你必须要有什么 要上注码 你注码不足不能打 那个装衔装衔 那要要要要一千个注码 一千个注码 对啊 那个一般的打法是需要什么 所以就是 去赌场 我们只要求1%的 你们都做不到 只要求1%的你们做不到 我现在能 我现在能 你肯定可以 好 那其他的学员呢 还有再分享一下 老师我知道你 因为你教过装衔装衔 这个美女在说装衔装衔 我是说她按照这种方法来打 这种要配合注码的 如果是四大铁力 就是四大铁力吗 他不是说 他不是说 所以我就问他 到底是哪一种 没有说打装衔装衔的 有 这美女刚才说装衔装衔 所以我问他 这个帅哥 你等一下再说 我现在跟老师讲 你们先不要撑入这个问题 还有其他学员吗 等会 输钱的我都会告诉你们 为什么 还有其他学员分享一下 喂 看都在赢钱啊 就刚才这一个女士在输钱呢 你们不说 我也分享一下 我上周 这个打了 就是昨天吧 打了个 坐了个大过山车 其实犯的是 赌场的这个禁忌 我一个长 长庄 顶了四手 顶了四手 输了可能有两百 两百个这个筹码 但是呢 后来是用 老师你说的 那个过三关的方法 我又把它给打回来了 这个我觉得感受 是非常深刻的 对 你们一旦输了钱 一定要过关 不要去吝啬 那一个两个马 千万不要负追 所以我刚才想问 那个第一个分享的 他开始做的这个 就是用四大铁律指导 打装弦 那么赢了是一二胜进 输了是不是一定是坚持的是平住 那个学员呢 不是 你说的时候 不是说不要平住 你输的时候 打到赢的时候 再加住 赢就加住 输的时候 你就别加住了 就是当时那一手 当你输的时候 你就出马退回去 输的时候就把住马退回去 还有其他的学员呢 这么多学员 不吭声就是 我们张总师就说的话 闷声在发大财 还是输到不敢出声 你要是 你哪里有问题 你上课不解决 下课有没有时间 我只有在上课时间解决问题 我们还先手 没有去打了 老师 你先手暂时不要去 先手你了解了 了解了 你要对赌场有认知 你要对自己的方法有认知 你要有有效的方法去打印他才去 否则他不要去 没有去的 老师我学了四个半月了 我可以去吗 我还没去 你自己在软件里 你在软件上训练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赢的还是可以赢的 赢的比较多 但是有时候也会上头 就用软件里面打回来 就这样子 你怎么可能上头呢 我已经教你们不上头的方法了 永远退到屏住 怎么可能上头呢 碰到连排的时候 就上头 不嘛 就当四大铁律 你那天不顺的时候 你可以改方法 我们以四大铁律为主 知道吧 老师同学 这个软件对大家的帮助很大 我有很深的体会 在软件上测试了 几乎每一排都是赢 每一副排都是赢的 这个东西 当你在软件测试的时候 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你自己非常知道 你在打排的时候 遇到这个问题 你要改变了 这个软件是非常好 非常好 就像你亲自上战场一样 你问题出在哪 平时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软件是非常好 我测试每一副排都是赢的 所以他他在赌场也能赢 你如果你在软件上 你都 你在软件上 你都不能控制上投 你在赌场肯定上投 为什么 你那是争枪实弹的 对吧 所以最主要是在赌场赌 还得练 如果你在软件上还上投 你还得练 这个方法没有问题了 你刚才是赢的时候赢得很多 但输的时候会上投 这样方法没有问题了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最主要是赌场有人干脑我跟你说 对还有人打岔 还有人在旁边干扰 人家一直会问你干嘛 你跟我打对面打对面 要不然旁边的又跟你说 又装又闲又闲 什么都不听 要不然你就什么都不要听 什么都不要听 我都没当听到 我都不放在心上了 都没听到 你该打什么打什么 不管他们 不管他们 你要做到这样才行 要忘我 好 还有没有 有 老师 我闪闻了那个软件 我还没有收到了 怎么样 那个软件 你说你发出来给我们 我没有收到了 我在四半不是才发了吗 没有收到吗 我有收到 不晓得怎么样弄 也要用谷歌 谷歌的浏览器 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二维码扫描 扫描进去以后 然后安装 如果不行的话 你找个年轻人帮你 OK 好 但是他 好谢谢 他只 是用于 这个 安卓系统 如果你们有 你可以买一个派的 小的安卓派的 很便宜 一百多美金吧 OK OK 你们要知道 赌场 他对你打法 都是进行分析的 只要赌场输了钱 全部拿去分析 你明白吗 因为他有个专业的团队 分析这个的 分析完以后 把数据上传 上传专门有一套 就是 赌客心理研究 和赌客投注研究 有一套软件 有一套AR系统 智能系统在 他在分析你的心意 和你的打法 所以今天我这堂课呢 就给大家解决这问题 还有呢 艾迪是不是回美国了 艾迪 去那个COMAS打了一下 那个我用10块的 用后三柱来试一下 怎么打都赢 你就用后三柱的方法 你怎么打都赢 那个COMAS那个牌是用 那个我给大家讲那个 那个绝招是很容易赢钱的 对对对 而且筑马你这个 这个钱的倍率也不是很高 嗯 那个是很轻松很轻松的 很轻松啊 那艾迪同学你分享一下 你怎么打赢 怎么赢啊 在COMAS 就是那个后三柱呀 是不是上 我都讲过了 这个在这里先暂时不要讲 等会我讲完以后再给大家讲 因为我这个片头会发到这个互联网上的 所以这时候我不要 不要大家去讲打法 好吧 不要大家分享打法 自己分享你的战果就行了 打法等于会再讲 好吧 好的谢谢 嗯 那个 只要你们在赌场 我敢肯定 百分之百的肯定 只要你们在赌场输钱的那一次 肯定是没按照我的打法去打 没有严格按照我的打法去打 所以有输钱的可能也不敢吭声 人家的呢 都很开心 嗯 还有很多就是闷声在发大财 不作声 这个叫这个啥 这很聪明 因为我们在这个赌的过程中啊 真的不要去考虑旁边的人的感受 你只考虑自己的 知道吧 其实很简单一句话 就像我在那个新加坡打一会儿 大家都打装 我该下险就下险 我首先下下去 我不是看着你们打 我下下去以后 很多人说 你打掉 我干嘛打掉呀 我赢我赢我自己的 我赢赢赌场的输我输自己兜里的 管你啥事啊 对不对 赌就要有霸气 你没有这个霸气 你怎么赌啊 担下什么下什么 输是输自己兜里钱 赢赢赌场钱 管他什么事啊 所以说在赌场 一定要脸皮后 干什么就什么 不去管他那么多 不要脸的精神 所以今天我们开始上课了啊 我看大家 这个 好像差不多了 都 该学的都 学的差不多了 该赢钱都在赢钱了 可能输钱呢 也有 你做不到十度九阴的问题 就在哪里 就在我今天的这堂课里 做不到十度九阴 就在今天这堂课里 我们今天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 这个赌场的禁忌戒律 第十课的 这个赌场的复利效应 然后最下面 我们讲这个实战训练 实战训练 今天我们的四个小时内容啊 这个美国好像 进入了下令时 大家记住一下啊 以后你们的主要是 看北京时间啊 如果你有下令时的话 你赶快看一下北京时间啊 这个 不同的国家 不管哪里 你都去看那个北京时间 如果大家不懂得看的话 其实在手机上搜一下 北京时间现在几点就行了 现在互联网 很厉害啊 那我们讲这个赌场的禁忌戒律 大家看看 如果你们现在还做不到十度九银 你们看看这里面 你们违背了哪一条 哪一天输钱 那肯定在里面违背了 这个赌场 这个第一大戒律是输不起的人 不要去赌 为什么输不起的人 不要去赌呢 一旦输了以后影响你的生活 影响你的家庭 知道吧 有些人说 我拿了孩子的学费去赌 没有必要 因为输不起的时候 你去赌场 因为你每时候都怕 你越担心的事情 越容易在你身上发生 所以这个禁忌的第一个禁忌 第二个 就是不懂赌戏 不要去赌 就是像刚才那个学生一样的 你学了一段时间 你自己糊里糊涂 同学一分享 同学已经给你分享四大且虑了 你还去问你一装一闲的事情 那以后输了 怎么办 等到下一副牌 把他拿回来 就刚才那个学生一样的 我前副牌 没按照规矩打 我下副牌胜进 同样把他拿回来 因为输了的牌 这副牌烂 下副牌会好一点 如果连续碰输的牌 那后面牌会更好 它是有概率的 就牌的牌类组合 它是有概率的 赌场也会啥 进行 做局 它就烂牌烂牌 连续放行一段时间 它会给你一副好牌 因为它要吸引顾客 它在这个 它在你的这个心理防线 没有被击垮之前 它会给你一副好牌 让你充分信心 然后再去下大柱 再吃你的钱 那这个狠字 这个狠 就是在输钱的过程中 狠不是狠着下重注 不是不是狠着去追 是看到非常好的时候 或者在目前 这个你的这个运气 甚至你的这个势头 包括四大铁律 全部腿上的时候 你前面输了钱 一定要狠 比如说前面输了钱 你不要用大马去狠 是过关去狠 前面输了很多 不要紧 今天我碰到的牌都不好 但是一旦碰到顺的牌了 比如说碰到全是呢 全是跳牌 或者两个一样多的牌 虽然这种牌的时候 多 但是今天把你的钱 磨得差不多了 最后狠到什么程度 用一百块钱打回它几万 这种情况 你们有打过吗 一百块两百块 打回几万呢 全部打回来 过关呢 破釜成舟啊 老师回来了 我看同学 怎么还在有同学 老师 刚讲完禁忌 你不禁忌 你试一试 我们的同学 也很 也很那个啥个 叫什么 人很好 刚才你同学 叫什么沙漠仙人长 人很好 对大家分享 你学到的东西 对自己也有帮的 像你老师讲 对我们讲课 也加深 对自己都有帮助 这个 你今天把电话弄上了 我可以这样说 要不了 要不了多久 你天天电话响 你没法打开了 要么就说你一起打牌 要么就 就让你再分享 我得把他们 打牌的时候 我得把他们拉黑 要找师傅 不要拉黑 你能够理解这些姐姐们的心 他们你看 现在这个牌的叙事都看不明白 你这最基本的是 但铁律你还没掌握 你打牌 你从哪下手 你从何而 你凭什么 你打什么 你这个东西 这个打牌呢 你们一定要打 上课你听就行 你听了上课东西 你去练 这个软件东西 我可是就觉得像老师手把手教的一样 就是摸索到很 自己的物质很多很多东西 以前我都不知道什么 什么上 然后自己自己一练习 一打自己都摸索了 看到多少 四十万 四万 这边呢 十万块钱变成四十万 再经过一个七十二次 我们的资本到达多少 一万块钱变多少 二十万 四个七十二次 一万块钱变成二十万 十万块钱变成多少 两百万 就是三百零 如果每天只赢百分之一 经过三百天一年 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 这些同学怎么会晚来的还是 光想听后面的 不想听前面的 光想听打法 我今天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你的这个最基本的知识 达不到 你光凭打法 你会赢很多 但是输了筹 也会输很多 因为你整个的认知 达不到 出了问题 你不知道怎么解决 还有 所有的禁忌 为什么 你一种都掌握不好 你要找一道 找到一个 你最 你们练得多的人 像刚才那个 你同样 你练得多了以后 他就啥 把他已经不用脑了 真正用脑的啥 用大脑判断的事情 大多数都会出问题 因为大脑会牵扯你的想 牵扯到你的 这个 真的会限制你的什么 限制你的能力发挥 大脑是就限制人的 大脑有时间 你觉得好像 必须是大脑 所有事情都大脑思维的 不是啊 大脑反而会限制你们 你知道吧 我是每天都没有停 停止研究摆家了 因为我去不了赌场 赌场给我禁了 现在是越来越讨厌赌场 其实 他会找各种理由 对于你常怨的同学的人 禁止 或者你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来干扰你的打法 干扰你打牌 所以说 所以说 每天几千人几万人 别人那个没谁不在意 所以说 所以说我 不是不在意 你肯定会被关注 肯定会被关注 肯定会被关注 你不要去想得那么简单 拿人钱财 杀人父母 这种仇恨 他能不报吗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不要想得那么简单 所以你在赌场赢 你现在 你现在才赢 没多久 所以一定要低调 第一个你要低调 你现在我今天把话放在这 你要不低调的话 过段时间你就看到了 你去一换钱 赌场就给你找各种理由 你现在赢钱 可能 卡莫斯好一点就是他 因为他赌卓是应该是美国最多的 可能也是全世界百家的最多 老师 老师 等一下你在讲课的时候 如果遇到长江路 麻烦你讲一下怎么样操作好吗 我现在只知道是他暴露以后打一口比较好 之前怎么样操作不懂 谢谢 他长江路 我每次到这个点的时候我都会讲 谢谢 这个比较轻松的打法 就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就是四大铁律 你把四大铁律掌握好了 就像刚刚的里头一样 掌握四大铁律掌握好了 你就可以这个赢钱就比较容易了 四大铁律讲的是什么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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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的话我就